主目新世代台中大未来 欢迎观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刚上一段的节目当中 局长跟我们分享到 不同的年龄层有不同的服务层面 不过因应科技化的潮流 宣传手法也是相当的重要 我们先进一段VCR 前进一段VCR 节目 把大一段VCR 提起来 我先进一段VCR 在其实中央部里的 我先进一段VCR 大三个 快欢迎订阅 在讲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刚从影片当中可以看到这中税一把兆的使用方式 是不是也请局长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一把兆的一个功能呢 中税一把兆这个也是本局开发 也是全国所创 最主要就是利用行众载具APP的一个功能 提供了我们服务的一些项目 我们目前在平面的或者是说到我们的柜台上面所服务的这些项目 我们就用这个智慧型手机的一个方式 那这里面有两个系统 Angel跟iOS的这两个部分 那我们都有把它开发出来了 那所以在到我们功能柜台上面要去申请的这些事项 大部分也都可以用智慧型手机来办得到 那我们就把它取名为中税一把兆 中税一把兆 ABCDE的E 那这个功能 有四个 我们是用九宫格的一个方式 是蛮好去识别这些 去操作这一些 那这里面 九宫格这里面 有七个税目 有一个其他还有一个得来数的一个预约 所以刚刚也提到过 就是说你到我们功能柜台这一边去申请的这些项目 那基本上在我们现在的手机 就是用中税一把兆的这个部分 也都可以很轻松的去做得到 那最主要的就是说在智慧型手机这一边 有照相的一个功能 有储存档案跟图片的一个功能 所以很多的一个事项在申请的时候 他必须要去减乎一些证件 或者是一些图片的时候 那这个智慧型手机都可以去提供的这些 那就是因为有这些功能 所以才有我们有刺激到 我们有这一类的一个想法 所以才开辟出来的这一些 那其实我们民众在要载入这些 中税一把兆的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蛮容易的 你只要上那个Google的一个部分 去搜寻一下 像从Google Play或者App Store 你只要建入台中市 台中市政府 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级或者中税 都可以很轻松的就找得到中税一把照 对 关键是Keyword 那就可以把它载入了 那载入就是按照这个部分来操作了 那其实这一块 从我们的网站上 有一些包括我们的一些宣导品 都印了一些QR Code 那更快了 你只要有照相功能的 这些手机你一照 那整个软体就载进来了 然后你有任何项目就按照这个部分来操作 那这个功能还持续的一直在扩充当中 因为我们有一个统计资料 也发觉民众也越来越能接受这个 也越来越会利用这个 使用率有成长 对 确实是蛮便捷的 那除了这个中税一把照之外 其实在网络的宣传上 税务局也蛮重视这一块 好像还有成立这个脸书 这个粉丝团对不对 是是是 我们的脸书成立的更早 在100年11月那个时候就成立了 那到目前为止有两万多个粉丝 有两万多个 这个粉丝群也蛮庞大的 也蛮庞大的 那中税一把照是比较后面的 那我们在我们的脸书 也提供了这一块 举办了蛮多的一个活动 就是在促销这个中税一把照的一个使用率 那这个是一个相得相成的一个效果 那其实在我们脸书上 刚刚也有提到过 就是用不同的一个族群 不同的一个嗜好 然后提供各方面的一个税务的一个部分 包括我们的一个税务的一个活动 那包括相关的一个税务讯息 相关的一个法令 那是用很轻松的一个方式 在脸书上面 然后我刚刚也有提到 就是有两万多个粉丝 那他们有很多的一个税务的一个问题 都可以在这边用很轻松聊天的一个方式 获得到他们的一个答案 那这个我们都有专人的一个维护 24小时都有专人的一个维护 那他只要在上面有一些问题的一个刨处 都会引来了一些讨论 那这个对我们来讲 也可以获得到民众的一些想法 一些想法 一些观感 那事实的我们也可以依据这个 来做一些适度的一个修正 那另外的 像是我们地方税务局有办了一些活动 那这个也很快的在上面 就可以公告 那很多的民众 就很容易就去很快的 去接收到了这些讯息 来参与这些活动 那刚刚讲的 中税一把照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也举办了一些蛮多的一个活动 那透过FBI这个部分 那在宣传上 其实相成相辅 那个也获得到蛮大的一个 回响 回响 一个成果 那这个整套的一个部分 在试用不同的一个年龄层 还有不同方式的一个推销的一个部分 那在这个都有获得到蛮好的一个结果 局长我们脸书是不是也有代言人 当初在设立这个脸书的时候 那因为我们名称就叫中式税 轻松 就是要用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方式 来让这一块去 不管是行销 介绍一些税务的一个活动 搭近跟民众的距离 对就是一个比较轻松的 那当然也不能硬帮帮的 就是找一个实际上的一个人物 那我们就虚拟出一个人物 比较民众能接受的 也就是我们在画面上看到了 一个小狗 蛮可爱的 还有多种不同的一个造型 那这个可比我们信一出来 它有一个故事 它的出生是在99年的12月25号 也就是县市合并的那一天 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成立的那一天 可比就到我们家来了 然后很多的一个活动 很多的一个宣传 很多的一个参与 那可比本身都有一套 它的一个故事 也都有跟我们参与 那现在我们发觉到 民众很喜欢也很容易 也很讨喜 这心理的这样的人物 也蛮讨喜的 那民众也都蛮能接受的 那我们也都会用他 用他的一个 用他的一个名义 那不管是在应答上 不管是在对外的一个说明上 或者是说举办了一些活动 用他为主要的一个人称 那这个民众的一个接受度 其实也都蛮高的 他变成发言人了吗 对 就等于是一方 他本身也有一个故事馆 也有一个故事馆 那现在推展出来的 包括有各方面的一个贴图 像是时下一般年轻人 比较喜欢的这一些 大概在我们的可比故事馆里面 都有 就是他一些副产品 都有研发吗 都有 然后作为这个税务的一些宣导品吗 都有 那我们也都会用他这一个造型 这一个造型 然后做了蛮多的一个 这一方面的 用他来做一个宣导上的一个代言人 那也更能接近群众 也更能接近民众 对他的接受度 我们现在发觉也越来越高 还蛮不错的 那有考虑说 用可比来做这个赖的铁图吗 这个我们也仔细在评估过 不过这个可能预算上 工程比较浩大 对 工程浩大 我们初步的一个接触 已经开始实际上在接触了 那初步的一个接触 好像这个金额也蛮高的 而且也使用了一个极限 那其实基本上的一个款式 大概我们都已经有一些想法了 那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个地步 当然也没有办法 也没有去公开 但是我们税务局 已经有设立这个专属的LINE了 对不对 是要透过这个LINE 跟民众更直接的互动 因为LINE可能也比较早 也比较早 因为地方税务局 我们也有一个官方的一个 LINE的一个网站 那民众在LINE 他打Taijong Tax 就可以找到这个部分 那其实LINE的一个功能 跟其他的 像是中税一把照 像是其他的 都蛮多的 其实LINE在使用量跟时间 其实还是更广的 你几乎无时无刻都可以在使用 而且操作 还有包括表达 包括回复 这些范围都是蛮广的 也蛮好使用的 那我们在处理LINE的这一块 也积极地用这一块在推广 那其实我们也有一个team 有一个维护的一个小组 也是24小时专人在维护LINE的这一块 除了宣传之外 是税务局这边也透过这举办活动 有一些好康又应让民众更了解 这个税务服务的内容呢 我们经常举办一些活动 当然也是像刚讲的 结合税务中市税薪收纳结合 脸书相关的一些 po了一些活动的一个信息 那做这一方面的一个宣导 那这个都是好康的 有吃又有料的 那最近我们再配合母亲节 就是14号在5月11号 我们也办了一个 那个那一刻睡幸福 那一刻睡幸福 那只要你把照片上传 上传一个行李 传请留言的这个 办这个抽奖的活动 也就是说我们的民众 只要是跟女性的亲友 那用我们刚刚也介绍过 可比的这个故事馆 里面有一个可比camera 它有一个修饰的一个效果 那只要是我们的民众 跟我们女性的亲友 那合照 拍一下 留下一些感性的语言 寄到我们这边来 就可以参与 这个抽奖的一个活动 那这是最近的一个部分 当然陆陆续续展开了 还有蛮多的一个 宣导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都有一些抽奖 都有一些赠品 都有一些宣传品 那这个部分 从刚刚所介绍的 不管是从我们的脸书 从我们的LINE 从我们的中税一把兆 你都可以获得 这一方面的一个信息 也请民众 只要是有这些信息 欢迎大家尽量的来参与 也绝对适合 看看有吃货 有完善的这个税务收入 就能让大台中的建设 推动得更加顺利 也能照顾到 这个所谓的地方弱势 而提到的地方弱势 其实税务局这边 在针对这个身心障碍者部分 好像也有提供一些相关的 减免的措施 是不是也请局长 跟我们讲一下 是这个也是一个首创 我们跟社会局有一个 最近有开发了一个工作 有一个作业 就是说我们身心障碍的朋友们 他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到社会局那边 去申请身心障碍的一个证明的时候 那我们跟社会局已经初步 已经有建置好了 就是说他去那边申请的时候 他同时间也可以在那边申请 身心障碍牌照税的一个减免 这个部分很简单 他在那边申请身心障碍证明的时候 那这个部分如果当事人他是有执照的 那只要在同时间向社会局那边去讲这个车牌号码 就OK了 那牌照税 那个就适用这个身心障碍的 那个车牌照税的一个减免的一个规定就可以了 那如果这位身心障碍的朋友 他不是没有执照的 车是要别人开的 那也没有关系 他只要把开车的驾驶 驾驶人这个人的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然后那个相关的一些资料 驾驶人的一个姓名 跟我们讲就OK了 就OK了 那就是说避免掉说 他身心障碍的一个证明取得了之后 还要跑到地方税务局来申请 排在税的这个减免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申请事项 就不必了 他在社会局那边申请的同时 只要是填载这些资料 他马上同一个时间就开始减免了 就是说注重 同步的 对同步的 就是可以很快的享受到他的权益 听了这么多税务局的便民服务 是不是也请局长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针对我们大台中整个税务发展 有什么未来的愿景吗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有一个部分 就是说台中市的各方面的一个建设 尤其是重大工程的一个建设 他陆陆续续的一直在规划 很多的部分 也陆陆续续的一直在完工 那这个部分 无非在经济都会带动到财产交易的一个热络 经济蓬勃的一个发展 那本来就是有财政来资源建设 那以建设来培养财政 那这是双方面互动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部分 我们在负责财政里面税收的这一块 那这个部分 我们对我们自己本身也有蛮多的一个取取 那税收的一个成长 是靠大家 就是带动了一个经济 靠大家来支持 那我们地方税局更重要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任务 就是提动缴税的一个服务 那我们一开始到现在 一直在提前方位的一个服务 24小时的一个服务 不论空间 不论地点的一个服务 那这一方面 无非是说 让民众缴税 缴得更方便 缴得更没有障碍 缴得更没有困难 然后也触动说 有任何的一个信息 那增加多元的一个管道 来跟我们去 让我们知道 民众他对于哪一些需求 对哪一些需求 哪一些法律 这样的一些规定 那可以提供我们来参考的 那也让民众更能来赞助 来支持我们市政的一个建设 有完善的这个税务体制跟服务 才能让民众的生活更加便捷 今天很感谢局长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谢谢 凯容大未来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主持人 谢谢 谢谢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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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主持人